以前台湾首屈一指的潮流品牌旗舰店开幕式热闹开场 该品牌由喜欢潮流时尚及流行的周杰伦与好友Rick所共同组成 当日两人也专程到场出席了这次剪彩活动 创意人台湾的品牌三秒钟之后 请二位剪彩正式宣告Fantasy台北旗舰店的开幕 三二一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好我们现在呢请二位站到台前来我们再来合照一下 好来我们请请进店Fantasy 两位有点互动嘛 接着陪他一下互动一下他一个人手足不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冬表示之前的店铺在隔壁街 由于被水淹才找到这间更大的店铺 并笑称一切都是天意 早前周董有表示希望迈入主持界 当记者问及如果有机会采访主令会问什么问题时 周董笑称要等他来上节目才会知道 并表示目前想要主持只是一个构想而已 只是为帮好友忙 希望大家不要过于当真 那也要等到真的有来上节目才说 对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构想嘛 就是觉得说没有并没有说真的去 哪一家台要开始主持的 对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出来 那只是说有个构想 然后那中也只是挺朋友嘛 那我觉得就是找男权妈妈几个啊 大家自己的朋友自己玩一下 然后客串的主持 客串主持大概有两三几 只是好玩的啦 谈期日前有媒体报道 周杰伦陪妈妈步道大会 心生感触当众落泪一事 周董表示很感谢那些艺人朋友 会带他去教会 听听那些诗歌和音乐 令他觉得很开心也很感动 周董还称 目前自己并没有受洗 只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才会比较常去教会 那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感动的 因为很感谢就是跟红啊 他们啊这些艺人朋友都会 对啊有时候带我去教会一下这样 然后他们唱唱诗歌啊 听这些音乐我觉得其实很开心 所以大家很关心是否要受洗 嗯还没有耶 对啊但因为其实受到妈妈的影响 对受到妈妈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常去教会 如果有空的话对